主在神殿中 主在神殿中 无天下的人 在主面前都已当苏 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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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头 主祭 阿们 大家请坐 明书记 今天我们正道的经文是 一章一节到二章三十四节 我来为大家宣读正道的经文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 第二年二月初一日 耶和华在西赖的旷野 会幕中小玉摩西说 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世 是宗族人民的目录 计算所有的男丁 凡以色列中 从二十岁以外 能出去打仗的 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属典 每支派中 必有一人做本支派的组长 帮助你们 他们的名字 属流变的 有士丢尔的儿子 以利序 属西缅的 有苏尼莎代的儿子 士路灭 属犹大的 有亚米拿达的儿子 拿顺 属以撒加的 有苏鸭的儿子 拿坦耶 属西布伦的 有西伦的儿子 以利亚 约瑟子孙 属以法年的 有亚米呼的儿子 以利沙玛 属马拿西的 有彼大树的儿子 加玛列 属变亚敏的 有基多尼的儿子 亚比丹 属蛋的 有亚米沙代的儿子 亚西以谢 属亚舍的 有俄兰的儿子 帕杰 属迦德的 有丢尔的儿子 以利亚萨 属拿普塔利的 有以南的儿子 亚西拉 这都是从会中 选招的 各作本支派的首领 都是以色列 军中的统领 于是摩西亚伦 带着这些 按名指定的人 但二月初一日 招聚全会中 会中就照他们的 家世 宗族 人民的树木 从二十岁以外的 都述说自己的家谱 耶和华 怎么吩咐摩西 他就怎样 在希赖的旷野 数点他们 这些就是被数点的 是摩西 亚伦 和以色列中 十二个首领 所数点的 这十二个人 各作各宗族的代表 这样 凡以色列中 被数 被数的照着宗族 从二十岁以外 能出去打仗 被数的 共有六十万 零三千五百五十名 逆位人 却没有按着支派 数在其中 因为耶和华小裕摩西说 唯独逆位之派 你不可数点 也不可在以色列人中 计算他们的总数 只要派逆位人 管法规的帐目 和其中的器具 并属乎帐目的 他们要抬帐目 和其中的器具 并要办理帐目的是 在帐目的四围安盈 帐目将往前行的时候 逆位人要拆卸 将支搭的时候 逆位人要竖起 进前来的外人 必被致死 以色列人支搭帐篷 要照他们的军队 各归本营 各归本道 但逆位人 要在法规帐目的四围安盈 免得愤怒 临到以色列会众 逆位人 并要谨守法规的帐目 以色列人就这样行 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他们就照样行了 耶和华小裕摩西亚伦说 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道下 在本族的旗号那里 对着惠幕的四围安盈 在东边向日出之地 照着军队安盈的是 是犹大营的道 有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 做犹大人的首领 他军队被属的 共有七万四千六百名 按着他 挨着他安盈的是 以色迦之派 有苏亚的儿子拿丹叶 做以色迦人的首领 他军队被属的 共有五万四千四百名 又有西布伦之派 西伦的儿子以利亚 做西布伦人的首领 他军队被属的 共有五万七千四百名 反属犹大营 按着军队被属的 共有十八万六千四百名 要做第一队往前行 在南边 按着军队是流便营的道 有士丢尔的儿子以利婿 做流便人的首领 随后 惠幕要往前行 有利未营 在朱营中间 他们怎样安盈 就怎样往前行 各安本位 各规本道 在西边 按着军队 是以法连赢的道 亚米呼的儿子 以利沙玛 做以法连人的首领 在北边 按着军队 是弹赢的道 亚米沙代的儿子 亚西以谢 做弹人的首领 这些以色列人 照着他们的宗族 按着他们的军队 在朱营中被属的 共有六十万零三千五百五十名 唯独立位人 没有属在以色列人中 是照耶和华 所吩咐摩西的 以色列人就这样行 个人照他们的家世 宗族 归于本道 按营起步 按营起行 都是照耶和华 所吩咐摩西的 今天正到的是陈彪牧师 我们先来祈求圣灵帮助 真理的圣灵 求你赐给你仆人陈彪牧师口才 能够放胆无惧地传讲你的道 造就每一个听见的人 使我们男女老少 都能够听得清楚明白 求你保守我们 不受那恶者的搅扰 他在你里面是一无所有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陈彪牧师的正到主题是 预备圣灾的子民 有请陈牧师 弟兄姐妹 新年平安 平安 新年盛恩 我不知道你们听完 刚刚王军弟兄念的很长的经文 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我的直觉告诉我 我们中间不会有太多的会友 被我们今年的二十 我们这个 2020年的这个主题所吸引 在旷野中 上帝子民的试炼和盼望 你们每一个人 包括我自己 都很想快快结束这个受打压的日子 对吧 咱们说心理话 说良心话 我们都会祷告 主啊 你赶快再来 赶快就来 再说了 我们 再选了一个经文呢 是不是特别出名的经文 就是旧约中的经文 虽然是摩西五经中的 但是是明术记 不是出埃迪记 也不是生命记 也不是这个创世记 那里讲的不光有律法的要求 更多是第一代人的失败 旷野中的失恋 他们的失败 那我们刚刚读经的时候呢 你想起这本书的名字 这个中文的翻译是翻成明术记 那就是属名字 刚刚王君是念的很不错 这些人的名字 其实是很拗口的 你读的时候呢 有点像人口普查 对吧 你如果来看这个一到四章的话呢 这是属典的第一代 出埃及的这个上帝的百姓 到了二十六到三十一的时候呢 是第二代人 他们兴起被数点 之后他们分地 他们敬拜的节期 有点像立位记 所以你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呢 我真的老老是问你们 你们多少人有中间 对这些数字特别感兴趣的人 就是学数学的 我一想起数字 脑袋不光是不发麻 而且就是愿意学 其实这样的人并不多 这个第十长老会的这个 James Boyce 已故的主任牧师 在他的这个注释书里 他这样说 他说提起民书记呢 让美国人都想起联邦税务局 来调查你的这个税表 中国大概没这事啊 可能就很有钱的人才有税表 一说 在美国是每个人都要填税表的 要说是联邦调查局的 你不一定害怕 但是税务局的来的话 你可能真的要小心 你自己会不会有偷税漏税的问题 所以呢 这些话 这些我这么说的时候呢 有点半开玩笑的意思 但是实际上呢 我们有可能会轻看这篇书 但是神也借着提摩泰前书 保罗提醒提摩泰的时候呢 他说到一句咱们都会背的 提摩泰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 圣经都是什么 上帝所默示的 以教训督则使人归义 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义的 物理是什么 教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 行各种各样的善事 所以我就求主在今天这一年里面 都让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心和耐心都增长 在这个主后的2020新的一年里面 活在上帝的旨意中 活在上帝的带领 活在上帝的同在里面 阿们 好 明书记让我介绍一下 他作为摩西五级的一个有机的单元 我们今天第一次有一部分的介绍 是你所应当的 虽然我们上次有过一次的分享 我们需要真的来确定 圣灵是透过他主要的人类作者 就是摩西写的这篇书了 如果你读一下这个立位记 的最后一节和民数记的第一节 就是连在一起的 这就是耶和华在西乃山 为以色列人所吩咐摩西的命令 以色列出埃及地以后 第二年的二月初一日 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 会幕中小于摩西说 刚刚我们读过 如果你再往后读 翻到这个民数记的最后一节 和生命记的第一节 你把它连起来读 你会有这样的感受 这是耶和华在摩亚平原 约旦河边 伊利哥对面 借着摩西所吩咐以色列的命令 点章 以下所记的是 摩西在约旦河东岸的旷野 述佛面对的亚拉巴 就是巴兰 陀佛 拉班 哈底路 迪萨哈中间 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 如果你这样连起来看 你发现这整个的 如果你的同样的方式来做 《创世纪》到 《创世纪》到 《创世纪》 你要发现是连续的 换句话说 摩西五经的作者 主要作者是摩西 不是其他的人 虽然后来他死以后 有转编 有加入 是主要的作者 《创世纪》 有借着这样的一些 简单的勾勒呢 来感受到这个 整 《创世纪》的这个整体性 换句话说 如果我问民数记 是谁的呢 你们应该知道 是摩西身在旷野一带 以色列人 也就是说 是我们通常说的 出埃及 出埃及纪的 第二代以色列人 他说什么呢 他实际是 要把什么样的信息 要带给以色列人呢 我们可以见到 这个主要的目的 如果你讲一下 民数记的原来的名字 你可能会有 对我们的帮助 我们今天的中文 英文的翻译呢 都是这个 来自旧约 翻译到希腊文以后的 这个名字 意思就是 数算人头 其实更好的翻译呢 是这个西伯来书 原来的名字 而取自 这个 这本书的开始的 第五文 就是 比米巴 这个比米巴的意思 在旷野里 你想起民数字 都想起旷野 这是对的 以色列 整个著名的三十年 三十八年到四年 这样的一个旷野的漂流记 直到二代人在 上帝欣喜的 约束地 第一次来 第一次来 对不起啊 能够静下音吗 这个 所以从这个 这个讲书来说呢 他们是 第二人进入 接入 耶稣亚带领下 进入应许地 前的 这一段时间 所写成的 那么摩西 在圣灵的启示下 上帝要借他 说话的重点在哪里 要说什么呢 他最基本的第二代的人 要求其实很简单 摩西要呼吁出埃及的第二代人 不要从到以色列第一代人 不信的 悖逆的覆辙 反而要忠于上帝 效法 约束亚 效法 他们的第二代人 成为这个 侍奉上帝的一个圣洁的军队 要预备征服应许之地 这是整个 我们可以说 是 明书记 或者说 旷野 在旷野这本书 的宗旨 如果我们 来分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 去书体的明书记 第二个设计 和地点 我们分成三大部分 我们在一到九章 作为第一部分 我们可以说 是预备第一代的军队 第二部分的话 是十到二十五章 是第二部分 是这个第一代军队 整个进军的失败 著名的这个十三章 就是他们探子完了以后 说那边人 如同是蚂蚱 我们如同蚂蚱 别人如同是什么 巨人 这个呢 到第三部分的话呢 是二十六到三十二章的部分 就是第二代军队的被兴起 被预备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 按照我们今年的时间表呢 第一个季度 基本上就是一到三月 我们都会再讲第一部分 从第二季度 一直到夏天结束 第三季度 结束前呢 我们都要在第二部分 就是关注在旷野中的危险 他们的失败 他们的救赎 他们的盼望 到了九到十二月份 这个 第四季度的 大半整个的 我们是聚焦在第二代人的预备上 就是我们的盼望 是在第二代人 所以你们要很耐心 换句话说 我们今年 除了这个每一个月的最后一个主日 会有不同的安排 我们会讲这个 这个 彼得前书 顺便说一下 大家是不是已经开始有个新的习惯 按照连续的方式背经文了 今天应该背到第五节 我们昨天我跟太太背到第四节 我们比你们晚一点 大家还是需要这个操练 除了这个最后一个主日 我们是彼得前书 然后圣诞节 福活节 然后圣诞节 其他一些特殊的安排之外 我们整体上 是在明书记的以色列的生活中 来看我们新约的百姓如何生活 明白吗 好 你可能来问我说 哎牧师啊 我现在没法发信给你 这旧约的旷野人生 跟我们今天 活在这个城市中的21世纪的成都人 或者散居在中国的这些弟兄姐妹 有什么关系 其实你不问 也就真不知道 但是你一问 你会发现 这里的关联是非常的多 让我简单跟你说几个关联 让你们更有兴趣来学习这本书 能够操练这本书 首先 这本书里预表了耶稣基督 新约来临的基督和他的工作 比方说 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奴役之地 进入应许之地 然后在迦南 进入迦南之前的这个旷野人生 其实有一个很相似的平行 就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生活 我们是在基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之前 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 非常像旷野路 一脚踏进永生 一脚还在现今的世界 罪比我们还要征战 所以因着死而复活的基督 他击败了奴役人的罪 死亡和魔鬼逆转了这个人类的失败 基督的确赢得了关键的战争 我们已经得救 但是同时你也知道 在最后的这个末世期间 这个征战 我们今天教会 仍然属在尚未得胜的状态中 我们还没有脉脚进入行天心地 对不对 永生已经开始 但是德书的身体 复活的那个荣耀的身体 还没有到来 所以一定要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 这个事情才发生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画面的类比 所以明述记是很有意思的 第二 比方说有一些很著名的经文 击打磐石出水 摩西举起铜蛇在旷野里 都象征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 对吧 还有耶稣基督完美的顺服 他圣洁的一生 从这个角度来 正好赢得了我们 没有办法赢得的救恩 而是以色列的第一代人的失败 就预表着我们自己不行的 而耶稣为我们赢得了这个救恩 我们成了他的战利品 我们成了他的奖赏 是上帝赐我们这些人给他做礼物的 所以我们今天在基督里的人 也有一个上帝的要求 就是圣洁和顺服主 靠着圣灵 靠着圣道 靠着恩典 不是靠自己 但是顺服主是一个绝对的要求 还有 比方说 以色列 十二个支派 我们今天会讲 他围着这个会幕 敬拜 来这一个完整的敬拜的教会 那实际上呢 我们今天知道 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最后的帐幕 他来到人间 然后教会 整体是那个帐幕 每一个人也有圣灵的居住 我们成了那个圣殿 换句话说呢 这种在明术季展现的那个雏形 也在向我们图画一种 天地之间的最后的敬拜 今天教会的实体的敬拜 其实我知道我们今天很难 我们可能没有见到我们在一起的敬拜 但是我们敬拜仍然是真实的 仍然是在天地之间应的圣灵 应的圣道的传讲 我们就有真实的教会的印记 好了 我可以还给出更多的关联 除了跟基督的关联 透过基督关联到我们 我们还有很多的相似点 就像以色列人 我们也需要听见上帝恩慈的话语的 对我们说话 引导我们的生活 我们也需要上帝的无时无刻的关注 旷野的人是需要保护的 我们觉得好像我们不需要 实际上我们的属灵状态是相当的危险 需要上帝的眷顾和慈爱 像我们刚刚唱的首诗歌一样 我们还需要得到拯救 我们需要完成这个拯救 我们需要在福音中自由的活着 我们需要被不断的捷径 不断的保护 我们要学习顺服 跟着基督这个圆塞 跟罪恶跟世界跟魔鬼做这个征战 是吧 所以总体来说 当我这样给一个引言的时候 盼望大家我们今天开始来观看 上帝在基督耶稣里 怎样带领我们走在新的旷野的路上 就是体会 他在试炼中对我们这些儿女的美意 我们的教会 真的是走在一个非常大的试炼中 普世的教会对我们代求 我们真的变成了一台戏 原来没有想过的一台戏 原来以为我们就是 永远在一个会堂里聚集 有多少人想到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方式聚集 仍然还在聚集 其实是令人惊讶的事情 我们能够体会中在这种试炼中 上帝对我们的心意吗 他的美意何在 有个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会问 你带领我们出埃及 难道是让我们死在旷野吗 我们也会问这样的问题 我们在跟随耶稣的道路上 究竟我们的盼望在哪里 其实这是我们要问的 直到主再来或者接我们去的日子 我们其实都需要走在这个旷野路上 带着一个真实的盼望走 好吧 所以我们今天 我做完了一个很短暂的一个引言 盼望对大家有一个orientation 有一个预备 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正题 我们来看今天的主题的经文 这个一到二章 我们预备圣战的子民 在我们刚刚领会的读经中 我知道虽然有点长 但是你应该注意到一些不断重复的描述 这十二个支派中 他们安营扎寨的位置 甚至他们要预备情形的时候 到后面也会讲 所以我们基本要思想两个方面 请大家注意一下 我要讲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圣战团体的一个特质 另一个方面是圣战团体的一个编队 但是实际上加在一起我会讲八个小点 这个特质这个编队让我们思想 上帝怎么预备我们当年的以色列人 和今天的教会怎么进入一个圣战 进入一个属灵的征战 这是一个预备的工作 上帝召我们这些百姓 征召我们 用英文叫Elist 我们是被征召入伍的人 教会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八个特征 你可以记一下 在这个圣战的团体里头 我强调 第一是一个特权的团体 第二个呢 是脆弱宝贝的团体 第三是一个属神的团体 第四是一个征战的团体 能够打仗的 我会一点点来讲 然后第二个部分 我们说一个圣战团队是编队呢 也有四点 是一个敬拜的团体 一个互助的团体 一个进军的团体 一个顺服的团体 好这个团队 这个团体 我们一点点来看 我们先来看这个圣战团体的特质里头的 前面的四点 第一个 就是特权的一个团体 privileged people 是上帝亲自小遇我们 因为这件事我们变得特殊 在一章的一节就说 耶华在西乃的旷野里 在会幕中小遇摩西说 小遇 这件词非常重要 以色列的上帝 是一位说话形式的上帝 亚伯瀚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是活着的上帝 他不但行万事 他还向他的子民解释 有的时候提前 有的时候推后 来回顾他做了什么事 特别显明他的心情 他自己的性情 他是怎么样一位神 换句话说他的喜怒哀恶 哀恶要让我们知道 以至于让我们可以认识他 跟他相交 跟他同行 爱他 跟随他 如此这样说呢 这是以色列民族 有一个特殊的特权 是一个殊荣 就是上帝的选民 上帝选民的一大特征 是上帝向他们说话 其他的假神是不说话的 你看这个旧约中 他们被刻出的偶像 或者大滚倒了 都没有说话的 所以这本书 不光被犹太人称为 我刚刚提到的 Bimibar 就是旷野中 犹太人还喜欢这个卷中的 另一个词 就是这个 Vayadaba Vayadaba 意思说上帝小遇 上帝说话 这也是民书记的另一个说法 你可以说民书记 是旷野中 还有一个呢 民书记是上帝说话 这是很有意思的 你知道吧 这种类似的表达 在民书记 你猜猜出现了多少次 我看了一些茶经材料 自己也去数了一下 150次 有不同的表达 都在讲上帝 小遇上帝说话 150次 这是相当之高的比例 这为什么拉比愿意说 这是上帝说话的书 这以20种不同的方式出现 然后整个加在一起150次 弟兄姐妹 你都知道圣经 向我们表明上帝 向人说话有很多的方式 比方在伊甸园中 在方舟里面 在方舟外面 在梦中 有的时候 先知是在清醒的时刻 有的时候在梦里 他们在旷野里面 在皇宫中 在放羊的地方 在明书记 一个突出的特点 就是上帝在会幕中 跟摩西说话 你到后来就知道 摩西到会幕中 聆听上帝的说话 上帝也在会幕中 有云柱和火柱 象征了他与以色列的百姓同在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 你可以明白为什么 摩西在明书记六章的时候 说有脸光照我们 这啥意思啊 就是那个火柱和云柱 所以耶和华在第一节的时候 这个里段经文这样说 耶和华在西南的旷野里 会幕中小于摩西 说 会幕是什么地方啊 弟兄姐妹都知道 对吧 就是上帝与人相会的地方 他是见面的地方 所以meeting place 是一个gathering place 我们今天见在一起见面 也是这样的 是一个见面的地方 我们无论是在网络 还是面对的实体 在当年就是有上帝的云柱火柱 在这上面 上帝向他带领了以色列人 离开埃及的仆人 摩西亲自的讲话 我是对他讲话是吗 面对面的 这是摩西极大的殊荣 我们今天的人 其实都非常的羡慕 旧约里对先知讲话 比如亚伯拉罕 听到上帝这样说 摩西大卫 或者参摩尔 所以上帝亲自向他们说话 而我们现在的新约人 我们总觉得 哎呀我们怎么没这个机会呢 其实你要想想 即使在新旧约形成的时候 上帝并不是直接对每一个 他的子民说话 绝大多数情形 都是透过他选招的仆人 先知 祭司 君王 给他们讲话 透过他们传递上帝的指令 从来没有一过是跟每一个人直接讲话 你看哪个地方呢 我知道你羡慕这些人 但是我要纠正一下 换句话说 基督教讲的是一个有中保的信仰 不是每一个人直接可以到上帝的面前 你必须要借着一个中保 才能够被上帝所接纳 才能够知道如何在一个君王的面前 宇宙万物的上帝面前 如何行事为人 才是合乎体统 不然你没有意思吧 好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我们需要介绍人 那今天我问你 谁把你介绍到上帝的面前呢 谁把你带到上帝的面前呢 我知道我们有很多外在的媒介 我们透过教会 甚至透过上帝的话 但是从位格性的相交里头 是一个看不见的上帝的儿子 今天在天上 原来来到这个节 就是耶稣基督 你还记得 在希伯来书一章的一到二节 怎么说呢 上帝既在古时 借着众先知 多次多方的小于列祖 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 小于我们 我读到这件经文的时候 其实特别想忘了一幕式 我请他到我们北美教会讲道的时候 他星期天就是讲的 希伯来书的这段 一到四节的 一章的一到四节 还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 他是借着他的儿子小于我们 上帝在基督里的话 今天怎么样给我们呢 我们要思想一下 还是间接的 你注意到是透过使徒 在圣灵的启示下 形成的文字 我们来传讲 所以从上帝的声音 给的先知 给的使徒 然后成文 我们今天来宣讲 那除此之外 今天整个的两千年的教会历史 再加上旧约 一千五百年 这个是这么长的漫长的历史 上帝透过他的子民 来保护教会 保护圣经 抄写圣经 翻译 编辑 还透过教会的领袖 来传讲 来品尝上帝的话 就包括圣礼 那教会有信经 有信条 然后我们人呢 因着他的恩典 圣灵的开启 我们接受他的话 理解他的话 存在我们心里 这个整个都是神的话语 像我们宣讲 产生的一长串的链接 你知道吗 在初代的教会里面 他们不光在安息日 也就是我们的主日 在会堂里 读旧约摩西五经 读先知书 读智慧书 选不同的片段 他们也会读使徒的教训 就是新约 可能是书信 也可能是福音书 念给整个的会众 然后呢 这个人起来会讲解 很像路加福音第四章 耶稣那个念完这个 以赛亚书61章 然后他就开始讲解 讲完以后他说了一句话 说今天这经就应验在你们中间 就那个时候 都是透过人来讲解 没有一个人有圣经的 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直到宗教改革前期 威腾堡能够开始有印刷术 换句话说 当时的书是实真的昂贵 多数人都不识字 基本上人们不是读经的 基本上是听经的 就是听上帝说话 很像我们刚刚说 Variyada Variyada就是听上帝说话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圣经可读的 人们都不识字 不多 所以到了宗教改革一般认字的 都是这个教会的人员 教会的牧师神父 所以到了宗教改革之际 因的荫花树的出现 人们可以读到圣经 我们每一个上帝的百姓 都有一个特权了 能够听到 可以读到 可以认识至圣者 就是聪明 认识耶稣基督 认识上帝所拆来的基督 就是永生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 作为上帝子民一个重大的特权 就是听到上帝的话 可以读到上帝的话 在基督里的全部整本圣经的启示 我不知道 你听起来 你会不会觉得 哇 这个东西好像 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 但是我刚刚给你解释 这个漫长的过程 我读过一本书 The Word of God in English 就是上帝的话 在英文世界的翻译编撰 好多人被杀 好多人流放 从维克里夫开始 是漫长的几个世纪 直到了马丁路德改教之后才发生 所以我们今天有圣道 还有圣灵 内住在我们每一个信徒里面 有圣约的以马内利 与我们同在 实在是个美好的事 对不对 求主帮助我们看到 我们这个团体 是一个有极大特权的团体 不过 人生我提醒一下 我们今天的教会 这个团体在听上帝的声音的时候呢 有两个危机 或者有两个极端 第一种我把它称为散面型 那一种呢 是个人型 散面型是什么呢 每周只听上帝话 一次声音就是听道 平时既不读经 也不祷告 也不参加小组聚会 不愿意使用上帝圣言 听他的话 读他的话 这个门的管道 比如说今天我们教会的计划 是要读呢 你们读到了吗 创世纪读到第几章了 诗篇在哪里 背这个第五节的感觉 能够整个把这个一到五节都能背下来吗 我们有两次的机会的 神给我们很多的机会 不愿意使用这个门恩管道的人 其实是什么样的人呢 就是不愿意让圣经上帝的话 主导决定他的日常生活的人 我可以称这样的人是一种不信 我不是说你没有救恩了 我说你在这个里面呢 存着一个非常危险 一周里头六天呢 心都是比较硬的 到了主日 跑到教会来 猛扎一下 破碎一下 扎一针就走 这是一种 我把它称为是一种 撒慢性的人 如果你听到上帝的声音 你就应该回转 开始有更积极的聆听他的方式 还有一种的危险呢 我把它称为是个人主义的 这些人往往是挺追求的人 每日可能都读经祷告 主也参加敬拜 然后听教会领袖讲道 愿意遵行上帝的话 这是非常好的人 赞美主 但是这些人中间呢 有极少部分的人呢 我说他是个人主义的 他们有一些其他的特点 如果是灵恩派的呢 他们就说主啊 你要让我听到我刚刚读卷经文里头 哪一句话是你要跟我说的 那其他的话就不重要了 还有一些人很可能在我们 求以神约教会的 我们都是知识分子比较多 然后我们都觉得脑袋比较大 我们一定要听见上帝按我的意思解读圣经 我再说一遍哈 他们这些人一定要按自己 听到上帝话语的意思来理解圣经 他们理解上帝的话 他理解的就是上帝的话 他不理解的他就可以拒绝 这是非常危险的 在宗教改革后的一个危险 就是人人借祭司的危险 当马丁路德说人人借祭司的时候 他没有意味着上帝 没有选拟其他的教会的圣职 牧师长老执事来带领这个教会 并不意味着教会没有领袖 虽然教会的牧师的讲道 包括我的讲道不是无误的 根本不识天识美 你们是会有错误的 有个人的不被对付 或者我理解力有其他地方 但是你注意 当他们按照圣经讲道的时候 他们讲出来的就是上帝圣言 就是上帝的声音 是上帝儿女要谦卑领受的 上帝往往是透过教会的领袖 按时分天上的良的 在这个瑞士的改革宗教会的有一个信条 叫赫里维提信条 他其中第一章是preaching word of God is word of God 他说宣讲上帝的道就是上帝的道 你听到吗 他现在这样说中文的翻译 都没有这个不清楚 他很多地方都略调了 他说当上帝的话 在教会里透过传道人 合乎正义来宣讲呼召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相信 这真在宣讲的就是上帝的话本身 这是信条 然后他也讲到这些人可能会有错误不完美 但是他说never the less 不管怎么样 上帝的话仍然是真的是善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我们是印着心呢 还是愿意顺服上帝 借着他的仆人和使女的讲道 请弟兄姐妹记住这第一点 旷野中听见上帝话语的团体 是一个特权的团体 愿上帝给我们顺服的心珍惜 阿们 我们进入第二点 这个脆弱的宝贵 为什么我说它是脆弱又是宝贵的团体呢 上帝借着摩西分别点了这个旷野中的这些人 上帝只点了领袖下面到摩西 然后透过他们领袖不断的数点 你注意第二节 他说你要按着以色列全家的家世 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难定 在一章的二节十八节二十节不断的数说 上帝自己数了所有的重要的领袖 十二支派的主掌名字和他们当时这个时代出来的人 后来摩西和亚伦都按照他的名字来数这些人 这表明什么呢 表明上帝自己对教会特别看重 看他们是宝贵 按他们的名字数面过来 不过上帝的宝贵 宝贝的东西也是蛮脆弱的 我们是上帝的形象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在创世纪一章到二章有一个很重要的对比 他一个说到我们是上帝的形象 这代表我们的尊贵对不对 我们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男造女 每一个男人每一个女人 无论信主不信主都是上帝的形象 但是接着到第二章的时候说他用泥土造人 你提醒我们什么 泥土是非常脆弱的 这些宝贝是非常脆弱的 所以到这个四十五到四十六说 以色列中凡被数的 能打仗的有六十万零三千五百五十名 多么庞大的一个数字 若能打仗的有六十多万 按一家四口的话呢 整个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和贤杂人员加在一起 应该要两百多万人 这么多的人在荒郊野外 你觉得怎么样 今天我们的城市生活很难想象这种生活 两百万的军队在旷野里 怎么生存 他们的衣食族性根本没有保障 人生更没有方便 旷野是容易迷失的 换句话说 除了上帝之外 第一代的以色列人 没有别的可依靠的 上帝是他们唯一可依靠的 如果没有上帝的云助 保护他们 没有火柱保护他们 白天不可能夺过 那个焦阳似火的太阳 夜晚不可能不被 这个夜间的寒冷击倒 因为在沙漠里面 温差是十几度的 白天可以烤死你 晚上可以冻死你 若不是上帝马拿的每日供应 他们早就饿死了 若不是上帝击打磐石 供给他们水用 他们必然可死在旷野里 但是 上帝让他们离开埃及 不是让他们死在旷野里 上帝有美意 是要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 云助火注在旷野中 给他们指明方向 请问弟兄姐妹 这段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应用呢 我觉得意义是非常清楚的 你没有意识到 我们离开上帝的护理和指引 我们也同样无法生活 没有保障 没有方向 特别是属灵的生活 我们今天往往被物质的世界所缠裹 好像我们很稳定 比如说有房子的人 你就有点稳定 对不对 在我们秋雨的 如果有房子的人 肯定不容易被他赶走 或是成都的户口 就不会远走 但是呢 其实是都没有保证的 对于一个无法无天的政府 他可以说你是成都政府 我仍然成都人 我仍然可以说把你赶到其他地方 所以其实呢 我要用这个东西来表说 我们表面的供应 其实并不是我们人身 安身立命的地方 我们需要从属灵的角度来看 还记得耶稣怎么说呢 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 而是要靠上帝口中说出的每一句话 在约翰福音的很多对话里 其实我们要看到我们的影子 我们有点像当年的犹太人 没有真正认出耶稣基督就是天上的亮 耶稣就是那活水 耶稣就是那灵盘石 他升天赐下圣灵 在我们里面流出活水的江河 这个圣灵也见着圣道 很活泼的引导我们每日的生活 加拿太书就说到 要跟随圣灵的角度 好了除了新聚会教会 不光是上帝亲自向他们说话 成为特殊的团体 有特权团体 上帝也借着摩西 借着他们的领袖 数点旷野中的人 就像我们教会想要数点 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在我们教会中间 他们聚会的情况 哪些人想要加入教会 想要受洗领受圣餐 这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 提醒我们这个脆弱又宝贝的团体 那这些人的名字其实呢 在另一方面 我们要进入第三点 他们是属神的团体 因为他的名字极为特殊 不断的提醒他们自己的身份 我们中国人其实非常注意自己的名字 对吧 大明小明还不太一样 大明往往是长辈气的 带着一个祖辈的期待和祝福的含义 小明往往是一种亲切的保护 我记得男孩在农村的话就叫铁蛋 这孩子命运 不容易死 还有一些人家 不管男孩女孩都叫大宝 二宝三宝 生了一大串 都是宝贝 这都是小明 表明就是家里的心愿 贴心 大明呢 往往会反映出我们的家族的观念 甚至我们的岁月和流行的价值 如果给你一些名字 你比如说建军建国 这可能哪个时代都有 我们那个时候的50年代的人 60年代的人 叫建金建国的多得不得了 那有一些人身在外地 我也认识一个基督徒的朋友 他的孩子身在中国的南方 但是他为了纪念他是个甘肃人 他的女儿就叫丁肃 很有意思吧 我的弟弟叫陈忠 这什么意思 你猜是什么样的忠呢 忠下面有个新的 你就大概猜出来 他是60年代出生的 那时候都是要忠于一个伟大领袖的时代 那在后来我们中间有一个长老叫德福 我老写错他的名字 那我不知道他爸妈妈什么时候姓主的 这个名字听起来呢 这个就是 是 我以为是福气的福 他实际上是富贵的富 所以我不太知道 还有我们叫桂花的 叫什么各种各样的名字 其实呢 这个名字其实能反映出一个家人对你的期盼 所以有人信主以后就改名了 基督徒起名呢 如果是基督徒家庭 经常给他起名叫恩娜慧的特多 对不对 恩慧啊 恩慈啊 然后也有直接用圣经的名字 叫保罗的特多 叫庭文太太也不少 大魏 摩西都有 人民往往反映出他的家族观念 他们是谁 跟他们的身份紧密相连 所以当雅各跟上帝摔完交交过境以后 他的名字被改了 他叫以色列 他说你跟神人的教育中间 都圣了 所以以色列的名字 反映出他们跟上帝的特殊的关系 所以耶稣之所以叫耶稣 因为他是谁 他要做什么 他的使命是要把他的百姓 从他们的罪恶中拯救出来 所以各种各样的名字是很有意思的 我们在看的这个查经书里呢 我们每一个讲到的人都有 这本Ren Brown所写的 他是一个牧师 或者司徒生学院的一个院长 在英国已经 现在应该还活着 但是已经还是刚刚去世 他在他的这个 《诗经讲道集》里 他说到他们 你们要注意一下 以色列领袖的名字 百姓的名字 这些名字 都跟他们的信仰 发生深深深深的关系 我不用说12个以色列人的名字 我不用在类数 在《创世记》49章里 都讲到雅各对他们的祝福 在那个祝福中的体现上帝对他们的心意 比方在我们的经文里头 第五节 他说这个是丢耳的儿子 以利说 他的意思 以利说是什么意思呢 以利秀 他说上帝是磐石 上帝是我的依靠 上帝是信实的 到六节属西面的 有这个苏利沙代 沙代 他这个就是说 我的磐石是全能者 就是他直接把上帝的名字说 我的磐石是那个上帝的全能 用上帝的这个名号 然后他的儿子 那他的儿子呢 施鲁比 说上帝是我的朋友 他要表达这个上帝可以亲近的 到了第七节 讲到这个亚米纳达 他说我的亲属是高贵 看到吗 他看以色列哪一个人是高贵 他就起这个名字 我的亲属是高贵 到第十节 这个约瑟的子孙 以法连的下一代 有个叫 这个亚米呼的儿子 以利沙玛 以利沙玛的意思是什么呢 弟兄姐妹知道吗 他说我的上帝已经听见 上帝听见了我的祷告 他是一个垂听祷告的神 他是答应祷告的神 我可以说的更多 比如说到十一节的时候 说变亚米他的后代 这个基督尼的儿子 亚比丹 意思是什么呢 我的父是公义 上帝重要的属性 在他们这家里非常重要 上帝的公义怜悯 第十五 是很好玩的 拿他说 这个 拿法塔利 就是南支派的 他有一个儿子呢 叫以南 然后他以南的儿子呢 叫这个 亚希拉 以南的意思是什么 你知道吗 是有眼 能看见 就是我这个眼光太清楚 结果他的儿子 这个亚希拉的意思就是说 我的弟兄是恶毒的 我觉得这句话也有意思 在反映出我们人生来是邪恶的 我们都是罪人 我的火眼金金可以认出我的弟兄是恶毒的 我这句话放在这里头 跟那个我的亲属是高贵的 我就要放在一起 圣徒 然后呢 罪人 非常有意思 如果你想第一代的出来记得以色列人 如果他们真能够按着上帝 按着他爸爸妈妈给他们起的名字来活的话 就能够显示出他们的身份 远远大过他们所做的 大过 他们所拥有的 终于他们属于谁 终于他们是上帝的子民 是一件美好的事 我不知道你自己是谁 你怎么问自己 我们在北美留学生 我昨天正好他们查经 我呢 就在吃饭的时候问他们一个问题 我说注意到你们这些 数师生博士生在介绍自己的人 特别是中国学生 特别来介绍自己的专业 不介绍自己的家乡 也不介绍自己的有没有结婚 然后特别会说 我是一个博士学生 读博士的学生 那我说我并不是说这是你的骄傲 而是这些同学的一个身份的认定 是跟他的专业 跟他的在读的一个学科的一个学位 是紧密相连的 然后他们都挺惊讶我这个官场 那一般美国人怎么说呢 我说美国人也不一定合乎圣经 但是呢 就是美国人多数来说呢 会介绍他自己的名字 他是哪里人 他有什么爱好 他未必马上说他的事业 我们基本上是按照我们的身份 是以我们的社会地位 我们拥有什么 如果是博士 那就更不得了 所以这个谈话方式很有意思 我们究竟是谁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是基督人 基督徒实际上 Christian的意思 是一个 不是一个神学用词 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用词 当时初代教会的这些基督人 是遵行上帝道的人 他们被人所纪念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请记住这个尊贵的名字 基督人 有一个初代的教父 他说究竟我是谁 他说我是被买赎回来的 我是被上帝所征服的 我是被上帝就拔用线上的 我是被他所拣选的 我是他圣约中的人 我是跟他有联姻 亲戚结婚的关系 我完全属于他 我是在他眼中独特的那一位 我是整个宇宙中全部的属他 我是永远的属于他 你看到吗 这个是你的身份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是有特权的团体 因为上帝亲自的小遇了 向我们说话 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 我们是脆弱又宝贵的团体 因为上帝自己 也借着他的仆人 来数点我们这些 在旷野中行进的人 我们是属神的团体 我们是基督人 第四个团体的特征 是真战的团体 是上帝要招出来 能够打仗的 第二节说 凡是二十节以外 能出去打仗的 你和亚伦要照他们军队数点 从二十节到四十三节 都包含这个特别的短语 就是凡能出去打仗的 被数了 凡能出去打仗的 被数了 凡能出去打仗的 数了 整个说了 十二次之多 每一个出埃及的人 都知道摩西诗歌 在出埃及记者 第十五章里 他们赞美上帝为他们争战 不仅是在实灾中 击败了埃及人 敬败了假神 这个实灾都是对象 他们的假神 但也拯救了他们脱离 法老这个世界的追兵 然后有一个对上帝的称呼 你还记得吗 在这个出埃及记十五章的第三节 说耶和华是战士 他的名是耶和华 换句话说 耶和华 万军之耶和华 耶和华这个立约的名字 从一个角度 从try的角度说 他是战士 是他的essence 是他的本性 是上帝为他百姓征战的上帝 大家还记得我今天的讲题吗 预备圣明征战 预备圣战的子民 作为秋雨 圣约的会友 你们今天仍然在这间教会聚集 我就特别为你们感恩 表明你们应该非常知道 教会的其中一个属性 就是征战的教会 虽然在这个世上 我们会谈论不同的战争 正义战争 邪恶战争 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来说 其他的这些战争呢 其实都是不完美的 都是最堕落造成的 都最引发的 除了有一个战争 就是上帝亲自发动 亲自来带领征战的这个战役 我们把它称为圣战 当然 这个词在目前被极端的穆斯林所使用 所以你很难来理解 这个经文在整个的 这个词会怎么样用 基督徒现在非常的小用 实在有历史的原因 我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 但是呢 我要强调的就是自从创世纪 三章十五节之后 亚当夏娃堕落以后 人类就处在一个宇宙性的征战中 一方是上帝和蒙他拯救的女人的后裔 另一方是魔鬼和属他势力 和败坏敌对上帝的人类 这两个是一支宇宙性的交战 到如今从本质上 新旧约打的都是属于的征战 不过在旧约中是身体和灵魂一块打的 在新约中是不一样的 是在新约中 上帝停止了对肉身的灭绝 而是一个更加本质的战役 说更加纯粹的属于征战 所以保罗在以佛所书 六章的十一到十八节里头 或者哥林多前书十章的四节 说我们要不是靠血气中 我们虽然在血气中也不在血气中行事 但是要靠着上帝的大能道力 把人的心意夺回顺服基督 你都知道在这个征战中 上帝借着保罗像我们说 征战的性质对象和使用的兵器 对不对 他说你要穿上上帝的全副军装 能抵挡魔鬼 这第一个仇敌 我们不是跟血气争战 我们跟那执政掌权 管辖这幽暗世界 以及空中属于恶魔争战 所以这个对象呢 在以弗所说前第二章里头就提到 魔鬼、世界、风俗 还有人的罪 这三大的仇敌 所以他要鼓励我们 如果对象是这些 我们就要拿起上帝 所赐给的全副的军装 我们在这三大对象里面 你觉得你的装备 要对付的哪一个最难对付 可能是魔鬼 也可能是世界 但是Charles Colson 这个水门事件的尼克松的幕僚 他信主之后 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牧师 然后他在他的一本书里说到 他说我们在一场属于的征战中 这个征战是宇宙性的 但是这个征战是在最小的一个地方 就是人类心灵中 是我们的战场 The battlefield is the heart of human being Battlefield is our soul 是我们人类的灵魂 如果以色列当年 在这个地上的战役中都要预备 清点战士 预备自己 那么我们今天所参与的这个属于的征战 更加的惨烈 虽然你看不见 他更加的出神魔鬼 那些执政掌权管辖 幽暗世界的空中的掌权者 我们应该如何预备 在以弗苏书提到了好几件事 你们其实都知道 我给我们展开讲 他说上帝的道是你的宝剑 祷告 然后又提到一大堆的保护武器 前面三个都可以有进攻 也可以有保护 但是呢 后面的保护装备 你注意到他说 一个是站马蹲 你要站立的稳 站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 第二个说你的束腰带是什么 打仗的人 那壮士的腰很重要 我们形容说虎背熊腰 就是他要真理为他束腰 这人站得稳 有力量是从真理发出的 然后呢 护心境是什么 是公义 righteousness 上帝的义 成为他的护心境 不是自己的 救恩的头盔 我们脑袋最保险 最重要 你骑摩托车 你一定要戴头盔的 不然你摔掉 就马上就死掉了 就他说平安的福音是邪 我觉得这教会最不容易把握的 看上去最不起眼 但是走旷野路 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都知道 什么都重要 但是邪最重要 邪如果不好 马上就走不了 平安的福音的邪 信德为盾牌 我的信心的德行 这是我们抵挡仇敌的 我们有任何的把柄 如果在这个手里 他就可以抓住 无论是传道人还是什么 他都可以拿他来挟制我们 他可以来用你的家人恐吓你 拿你的罪来恐吓你 你的软弱恐吓你 最后他讲道 保罗还说 你要给我 让我有讲道的机会 讲明真道的机会 就是上帝的道 不光是圣经 是要宣讲出来 查经中阅读 背诵的这一部分 亲爱的弟兄姐妹 除了我们刚刚谈到了 对象武器战略之外 我觉得有一个被我们忽略的 得胜的秘诀 就是战事的操练基本功 如果你看过一些军事影片 尤其是美国海报队 他除了武器精良 一个美国军人呢 如果有个团队 大概十个中国军队打不过 就是他是可以打过很多 所以他到伊拉克派军 他这次打仗 跟伊朗的问题 他只派三千人 这三千人其实都很 都训练的特别有素 他的训练的严格 远远超出了他武器的精良 不光是一个武器好坏的问题 是你会不会用 有没有练习的问题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怎么样练习上帝的话 怎么样祷告 这都要操练的 让我举一个例子吧 我是乒乓球球迷 你们也都知道 我还为我们秋雨打过球 后头又为别的教会打 那打冰棒球打羽毛球 拍子重要不重要 当然重要 50元的拍子和100元的拍子 和1000元的拍子 是有差距的 但是如果你碰上国拼的 你碰上这个羽毛球的专业运动员 我们这些业余爱好者 你拿什么拍子都没有 那是练习出来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练习吧 操练这些军器 操练这些属灵的军装 除了圣战的这个团体 我刚刚提到了三个方面 四个方面 这个团体的四个特质 我们接下来呢 要从以色列安盈扎寨的分布中 看出他们团体的其他四个特质 预备好了吗 我看你们在看圣经 跟着我走 第一个我要来谈论一个敬拜的团体 因为上帝住在他们中间 在一章的47到二章的二节中间 有两个特别提到的事 一个就是立位人 他们是一个特别的部落 他们有分工有位置 其次呢 就是其余的支派 是围绕他们周围的 你注意到看 立位人没有安在这里 他们神说你们不可数 要把他们放在账目里 他们要在账目中 有给他们的责任 抬账目 然后要安置账目 要在账目中间 要安宁扎寨 账目前行的话怎么样 要拆要竖 然后特别有一点 进前来的人 其他人你不能让他捷径 进来的后必至死 以色列人支派账目 盆孝将军 要各奔各营 要在外围 在本道上来 但是立位人呢 一定要在法贵 帐目四周扎营 这是第53节 51节 都不断的提醒 他们要竖起来 然后免得愤怒 临到以色列人 就是上帝的愤怒 他们因为自己的罪 来招了这个 永生上帝圣洁的神的愤怒 所以到了第二章 又说到另一点 他说以色列人 要归在他自己的道下 本族的旗号那里 要对着惠目四周安营 好 这两种安营 有一个内圈 有一个外圈 请问做一个自立测验 以色列多少个支派 每个人都知道12个 不是啊 说错了 这里是13个支派 有什么 立位 也就是说 约瑟的子孙作为长子 他被升为长子 他原来不是长子 他把伊法莲和马拿西 作为了单独两个支派 有了双倍的分 所以就有13个支派 这个13个支派 立位人实际是代表 整个以色列人做祭司 在上帝的会幕中 上帝的圣殿中侍奉 他们在揣机中被上帝分别出来 代表其余的以色列人 在上帝面前做祭司 做会幕的工作 他们是围绕着上帝的帐幕居住 然后住在了帐幕和以色列人之间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们有注意到 他们是一个安全的屏障 圣洁的上帝 唯有他所拣选捷径的立位人 才能够进 不是说立位人不是罪人 你不要误解 这是一个礼仪性的 上帝把他们分别出来 让他们成为圣洁 就像教会今天分别出来一些长老执事 他们并不一定比我们中间的人更加的圣洁 但是这个礼仪性的分别出来 是上帝的美意 要透过他们完成上帝的使命 所以其余的支派都不能够接近上帝的会幕 这一点当然后来你们都明白圣殿的安排 甚至有外邦人的愿 就是祭祀立位人 你注意他也说你要谨慎的释放 因为上帝是圣洁的 上帝是烈火 这就构成了 我把立位人称为 以色列人和上帝人之间的一个中间带 或者一个格力带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一个PPT 让大家有点这个体会好不好 这个你看这个在这张帐幕里头 是一个人所由画所画的 整个亮的这一块实际是立位人的帐幕 整个很远很远的是以色列更外圈 看到了吗 都看着黑黑的这个 能够看到亮的地方 是以色列的帐幕 没有看到陈庵牧师 我已经那个显示 但是你们是不是没有 两个屏幕 哦我明白了 我这样拿过来看到吗 看到了 这样看到了 okokok对不起 对我要拿到这边 我自己去两个屏幕把它拿过来 所以在这个屏幕里头呢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说这个上帝的百姓呢 是怎么样 环绕在 这个上帝的这个 云柱火柱这个帐幕 他的约柜里面 就大家可以注意到 比如再往下看 在第二章的 第三到三十一节里头呢 他开始提到了 这其他的支派 他们居住的方式 那么在这里头呢 你可以看到 有这个这个居住方式 这个东边的呢 是犹大的支派 对不对 以撒加 然后西部伦 他们构成了 东边的这个大军 然后呢 这个南面的呢 是有加德西面 刘本 刘本是原来的长子 失去的长子 他是主帅 然后呢 这个 这个北边呢 是蛋支派 亚瑟和阿弗特利 最后呢 以法莲 就是约瑟的两个家 孩子 以法莲 马拿西 辩阿敏 当然也是同样的童母 跟约瑟 是一个童母 换句话说呢 他们还是兄弟联 在一起的 有这种血缘上的关系 同样一个妈妈 都是这个 拉结 对吧 应该是 拉结所剩 所以呢 明白了这样的一个关系 的 会幕在中间 然后整个 你看哦 格下族 摩西的祭司 在前面 格顺族 比拉利族 整个按照他们的 这个来分类 祭司在前面 然后其他 整个的 所以这个呢 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 提醒我们什么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围绕的会幕 围绕的这个帐幕 的意义 其实很明显 说刚刚我提到的 那样的一个 格力带以后呢 就是敬拜是他们 日常生活的中心 中国有一句俗话 叫低头不见抬头见 我们大概很难体会 这个跟上帝 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意思 我们从来不能够见到神 但是以色列在旷语中 40年 其实跟上帝是低头不见 抬头见 只要一抬头 不是云柱就是火柱 对吧 大家都同意这点 所以呢 所以呢他们 在他们 担营 扎 我们 他们 他们 可以有献祭 可以得到捷径 一个 一个 equal opportunity 同样的 就是被上帝 赦免成为上帝的儿女 所以超越了上帝 刚刚那幅画一头 降临他子民 多么大的一个殊荣 但是 以色列 以色列 后来的历史都表明 他们与上帝 关系的 东西 是一个实好 实荒 对 有的时候 真的不错 有的时候 很差很差 到了最差的地步 如果从约会的角度来说 从这样的角度 就是说 一节十五 耶和华的荣耀 离开了那掌墓 耶和华的荣耀 离开了圣殿 上帝的荣耀 竟然离开了 他所造的 所罗门圣殿 人手所造的殿 竟然被抛弃 但是 我们刚刚过完圣案节 上帝有没有抛弃 他的百姓 他有没有抛弃圣约会呢 答案是很清楚的 在圣诞节 大家都应该记住 有一节经文 约翰福音一章的十四节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麻麻的 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什么叫道成了肉 这个词就是刚刚 他说上帝 安慰帐幕在我们中间 Christ himself 造福基督就是那个帐幕 住在了我们中间 现在弟兄姐妹 这个光 是永远没有离开的 当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 希伯来书作者 将是我们今天跟他的 他说 耶稣已经到 做了将来美式的祭祀 那经过更大更完备的帐幕 不是人手所造的 跟所罗门的不一样 也不属乎这个世界 不用这个世界的材料做的 也用牛羊的血 乃是用自己的血 依次进入圣所 就成了永远就赎罪的事 若山羊公共的血 母牛灰 撒在不洁净的人上 上姐叫人乘圣 身体洁净 他在讲的就是说 礼仪性的 我刚刚讲的 sacramentally 礼仪性的洁净了 他说现在不是礼仪性的了 况且耶稣基督 借着永远的圣灵 将他自己无瑕刺 无瑕无次的献给上帝 他的血 岂不更能接近你们的心 除去你们的死刑 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上帝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希伯来书第九章这一段 就说出了我们今天的敬拜的真意 我们已经跟一次进入圣所的耶稣基督相连 作为新以色列人 耶稣基督的宝血 不但给我们带来了安全 我们不用像立位人一样害怕 设立了一个障碍 我们今天已经不光是上帝的子民 而且成就了旧约 说你们是祭祀的国度的这个伟大的应许 都成了小祭祀 立位人的中间带的作用 成了一个天国的大使 你还记得以弗所书第二章12到13节讲 说那时你们以基督无关 讲我们没有信主以前 在以色列国民之外 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 在这个世上活着没有指望 没有上帝 好这是过去 第13节注意听 我们从前也是远离上帝的人 保罗这样说 但是如今 如今特别重要 Now 在耶稣基督里 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以清净了 注意这个清净 The nearness of God 就是我们现在如同旧约的账目 我们非常接近 那个账目已经被打开了 我们现在是可以得以清净 这个Droneer是一个大祭司的一个称号 是可以 来到至圣的宝座面前 可以到天上来 来专养他的容面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珍惜 我们能够敬拜上帝 能够带人以基督和好 上帝已经把这样的职份 给了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们比利为人还利为人 阿们 好了 进向下 在这个营地的编排 不光我们看到是一个敬拜的团体 上帝住在我们中间 这个居住的安排也提醒我们 互为灵舍 我们需要依赖对方 依赖双方 中国人有句话说 远亲不如禁灵 我在北美生活就更明显 有的时候找这些 找中国的人是很难很难的 找到住在附近的美国人也不容易 但是如果找到教会这种姐妹 那真是很近 在这里头你注意到第16节 怎么说这个禁灵 他说 他们都是从会中选招来的 做本支派的首领都是以色列的统领 就是当时的这个十二个支派的头领 每一个支派他都有一个头 是做他们头领的 刚刚我们说他们的名字 上帝透过当时的重要的中宝 就是摩西和亚伦招了十二个支派的组长 让他们步调一致 协同作战 那么他们有不同的工作 立位人刚刚讲了他们的工作是侍奉上帝的 那其他人要怎么样 怎么样供应立位人需要 就从Tri-GD的第十八章开始 摩西就开始细化以色列的编制 很多的小组教会就会用内在说 小组教会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就是从Tri-GD第十八章到叶特勒 向摩西说你这样累太累了 你需要休息 要把事情大小分工一下 我也盼望我们的教会在恢复的过程中呢 慢慢有一种次序 不一定要跟过去一样 更适合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状态下 如何好的侍奉 有效的侍奉 细化的编制 所以教会的恢复工作实际是蛮繁重的 这是魔鬼不愿意看到 但是圣经给我们的教训就是我们以圣徒要相交 我们跟海内外的相交 跟本地的相交 我们冒着一个极大的危险 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说呢 我不愿意在你们中间讲到比较多的一个原因 除了我时间不够 其实我是觉得对你们带来太多的危险 但是盼望上帝给我们勇气 也给我们时间能够批此的合作 你可能还注意到另一点 就是这十二个支派编队是有一个重组的 东边的这个大本营呢 你看这个第三节 他讲到在向日出之地的 是犹大的这个银地 犹大的道 到了第五节呢 就说他们是以撒加的支派 挨着犹大的银派 接着又有希伯伦的 换句话说 这两个很可能是在他周围 在他左右 最后竟然说第九节 凡数犹大营的 按着军队背数 共有十八万六千四百万 要做第一队 有一个纵队 是有三个族类合在一起的 也就是说他们有五方面的军 有东面西面南面北面和中间 中军就是约柜 或服侍约柜的这个立位人 他们要跨越自己的族类 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来说 我们怎么看待我们丘语教会 有的时候我们太把我们自己看的独特了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独特之处 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我觉得我在带领这个教会这段时间 我发现我们两方面都不可偏评 上帝给一个教会一定有特殊的使命和意象 但是不可能把所有其他东西 教会特征都没有 所以我们教会的同工会有一个期盼 有一个祷告 也是希望弟兄姐妹的祷告 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 我们有机会恢复我们原来的预案 就是有四个墓区 也许是五个墓区 其实我们不知道 不光有小组的聚会 有网络的聚会 在时间满足的时候 我们有几个小组合在一起的一个聚集 产生一个编队 虽然这个时间现在好像没有到 但是求主来成就 因为看不见的比看得见的更加重要 其实这个彼此相连的主题 相互支持的主题 在新约的圣经里发展的就更加的明显 我们是一个身体 我们是比一家人还要亲近 还要亲密 我们的手指和头脑 我们的嘴巴和我们的鼻子眼睛 在这个哥林多的前书里 保罗就说身体就有一个有许多肢体 而且肢体虽多有一个身子 他讲了很多身子的比喻 说脚不能对 脚不能说我不是手 所以我就不数这个身子 然后耳朵也不说我不是眼 我就不数这个身子 所以很形容 因为没想过 如果咱们求以圣约教会 都是眼睛 齐刷刷的进到这个教会 是不是挺可怕的 如果都是嘴巴 也挺可怕的 都想做讲道的 这也很可怕 你千万那是怪物 我们就是一个真的 耶稣基督身体 是有嘴 有耳朵 有头 有身体 有肢体 有脚 有手的 所以呢 他提醒了很多 他说 如今的肢体虽然多 身子只有一个 眼睛不能对手说 好 不同的肢体功用了 我用不着你 头也不能对脚说 我用不着你 不但如此 身体上 若以为软弱的 更是不可少的 哇 我告诉你 我们这个教会有一个问题 这是我过去跟王毅说的 我们在兵团作战的时候呢 我们都要强兵 没错 我们都不喜欢弱将 跟不上步伐的 我们就离开了 但是我盼望 这不是秋役最后的结局 你知道一个好的军队呢 他不光要征召这个 为伍的勇敢的东西 一个好的军队 他首先是把老洛病残的伤兵先安置好 这是耶和华的爱的军队 明白吗 所以在这时候保罗说 那不俊美的 不可爱的 不体面的 你越要给他加上体面 越要加上俊美 好的不用加美了 你说这个 如果这个人经常有出头露面的机会 像我经常讲到 或者你们的长老 你不用再给他添很多的花环了 但是有一些人是有欠缺的 你看到今天的世界里头呢 我觉得好多的装饰是很奇怪的 男人装饰在这很好 女人装饰在这是很好的 因为这个耳朵呢 做个耳环呢 就可以装点出来它的美蜜 但是鼻子已经很显著了 如果你在上面做一个那个环子呢 有点像那个牵牛的 就是说他鼻子已经很显著了 那个装饰其实不漂亮 所以你要明白 就是说不显著的地方 你让他看见 有的时候呢 一家人或者一个教会 穿一个样的制服出去 就是让他看出我们是一个团队的 那就是这样的 所以他就会谈到我们的教会 如果一个肢体受苦 所有的肢体都受苦 这个不是让我们感到好受一点 希伯来书教导说 如果一个肢体受苦 你们就跟他受苦 如同你们受苦一样 如果一个肢体得荣耀 我们其他肢体一同的快乐 其实我们很多的教会 都觉得以这个教会为荣的 我能够服侍你们 是我一个很大的殊荣 所以我们记住 我们是基督的身体 上帝分在这个身体上的 都要在基督里得以成圣 越发的荣美 好我们继续向下 我的时间快完了 进军的一个团队 我们除了一个敬拜的团队 因为有上帝住在我们中间 是一个互助的团队 我们一个分边分工合作 来搭配成耶稣基督的身体 完成他的使命 还有一个进军的团队 你看到它是一个面向应许之地 而进发的一个团队 在这个团队里面 你有没有注意到 在这个团队 它有一些特点 这个特点就是 他们被编队 然后要一对一对的向前发 刚刚我提到了 这个编队的方式 有这个 犹大他们是第一营 然后第二营 第三营 第四营 所以这其中有一个 第二年的时候 他们就是说 有这个 在第一章里头 他就说到 犹犹大营的这个第二章里头 说他们有被数过的整个呢 合在一起 是18万人 就是三个 这个 制派的 作为第一队 然后东西南北都编队 然后到了 2月2日的时候 云彩法贵 在它上面收上去 以色列就开始 就是站立往前走了 然后云柱就停在了巴安的旷野 这是到第十章了 我们这两章里没有 就那个时候他们今天我们 要用三个月的时间 预备这个教会行军 所以我们今天不用讲行军 但是呢我们要谈到这个行军 就是他整个的编队 你如何扎营 也预备我们如何编队要往前走 他在这个第十一章十四 十一 十章的就讲到 他们要开始 照着耶和华 借着摩西丰富 初次往前行 十四节特别是清楚 按着军队首先往前行的 就是犹大的这个道 好我给大家再看一下 一个 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吗 有没有看到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在这里面呢 你注意到 这次的编队跟过去点不一样了 如果再往上给你们看一下 注意 不对 不对 如果在以色列 往前走的时候 哎呀糟糕 我这个不是这个 OK 原来犹大在这儿 然后以法连在这儿 这加的 注意看 下一个 整个的犹大呢 作为第一队 然后第二队呢 是刘本 蓝面的 然后以法连 第三队 第四队 是弹的 不同的组合 你注意到 在约会的前面 这个军队的首领是谁 看到这个吗 立卫人抬着约会在前面 然后接着呢是 抬帐木的在这个后面 然后最后抬陈舍物的 约会 象征约华最亲自同在的 有基督博 有天使记号的 在最前面 为什么是这样的编排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为什么这样编排 想没想过 有没有想过这个编排 这个编队 至少提醒我们 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在这个新军中 约会向前 至少有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 约会指导方向 约会和云柱火柱 在当时是指导他们的 决定以色列走 还以色列停 是向东还是向南 整个上帝的云柱火柱 跟他的这个帐木中 最核心的就是这个约会 第二个 第一个是方向 第二个呢 是耶和华是元帅 你看到约会在向前的时候呢 整个以色列的心境 打仗的时候呢 约会在哪里 哪里就得胜 当以色列悖逆的时候 拿到约会就会被 被人抢走 这是另一件事 到了后来 撒末尔记 我们不到那去 但是你记着 在明书记第十章的时候 结束的时候呢 有两个摩西的祷告 约会往前的时候呢 摩西说 耶和华求你兴起 愿你的仇敌四散 愿恨你的人 从你面前逃跑 这是耶和华的军队 开始起行的时候 这第一个祷告 是仇敌四散 耶和华兴起 第二个呢 当他们停住的时候呢 他说耶和华求你回到 以色列的千万人中间 这很美的话言 就是我们给养的时候了 是上帝给我们供给的时候 就是这个整个的征战 是一种敬拜的一种 就很像这个我非常喜欢的 John Piper牧师 他说基督徒的敬拜是什么呢 这个在征战中的敬拜呢 他说敬拜既是我们终极的目的 我们最后在天天心地里工作干什么 都是为了敬拜他 现在也是这样 第二个呢 说敬拜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加油站 是一个fire 是一个启动机 就是一个发动机 当我们在敬拜中得到这个能力以后呢 这就是在这约会说耶和华兴起 让你仇敌是要恨你的人逃跑 站住的时候耶和华 你回到我们中间 我们可以以你为乐 阿们 请问谁是教会的元首 谁是教会的元帅 当然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中的耶稣基督 他从天上赐各种各样的属灵的福气赐给了我们 是的 教会赐给了耶稣基督 赐给了教会有牧师长老执事 用服事用带领谦卑 带领这个教会 然而教会领袖和带领服事教会的方向和力量 智慧从哪里来 难道不是从那元帅来吗 难道不是从那个能力来吗 教会成长的方向是什么呢 对于每一个个人和教会都要想基督 长大成人有基督的身量 这是以弗所书 教会要和一同的前行 进和退是一致的 我们的目的在哪里呢 如果以色列人是要进往迦南 我们的目的很清楚 我们的目的地是荣耀的西安山 荣耀的新天新地 那个是我们的目的地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我们行进的方向 我们讲的在今年的一年中 从新一年要开始的 什么是你要想你的方向 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你要去哪里 你要去哪里 你们应该有答案 最后一个我来谈 在这个编队里面 是一个顺服的团队 要遵行耶和华的话 在这个一章到二章里面 这两章经文里 只有第一次说耶和华 在一章的十九节 说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 他就是指摩西 就怎样在西乃的旷野 数点他们 其他的事情注意 全都是四次 从一章的五十四 二章的三十二 二章的三十四 都是说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他们就照样遵行 注意 我刚刚前面提到过 他们不是直接领受的 都是透过中保告诉他们的 这一点对我们很重要的要理解 上帝今天透过耶稣基督向我们讲话 这是我们新约的中保 以色列人有一个美好的开始 第一代人真的 甚至到后面还有一些遵行 上帝命令的美好举动 但是到了明书记 后来 到了第十章 之后 开始起行以后 好多的事 第九章就有些事 然后第十三章 大暴乱 整个旧约的历史 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以色列人 不光违背上帝 他们违背上帝 设立在他们中间的中保摩西 他说谁行起 你来在我们中间做领袖 他当时很严重的件事 米利安跟他的哥哥亚伦 他说上帝为什么对你先说话 为什么对我们 最后当然你都知道米利安 这个大马蜂 然后好多的事情悲剧出现 摩西只有一个举动 就是跪下来为他们祷告 坐中间 有的时候亲马 马上说 亚伦你赶快把那个香炉拿来 放在以色列人中间 所以最大的悲剧 对于第一代的以色列 在这个民述记里头 就是第一代人 无法进入应许之地的这个悲剧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的教会如何呢 还记得保罗如何教导 克林多教会 克林多这个教会是保罗牧养了一年半的 是他所有的宣道教会中最长的 本是一个大有恩赐和大有知识的教会 但是他的生命和见识和他们的行为非常不成熟 生活中是不断的违背福音 不断违背律法的一个教会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十章五节和十一节 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话 他前面从第五节开始 就是第十章 他说这个民述记者的人 他们中间多半是上帝不喜欢的人 所以在旷野倒闭 到了第十节说 你们有一个平行 你们也不要发怨言 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是被灭命的所灭 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借鉴 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句话对我们说的 这是直接对我们说的 警戒我们末世的人 整个新约都在末世里面 上帝在这里很清楚 看到哥林多前书 向我们这个末世的人警戒说 旧约中倒闭在旷野中民述记里的人 因为他们发怨言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知道我们今天的怨言 有的时候对政府发 有的时候对弟兄姐妹发 有的时候对教会领袖发 反正你们都可以发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真的不是上帝所喜悦的 这个Osward Chamber 这个写《结成为主》的作者 他说的 这个golden road for understanding in spiritual matter is not intellect but obedience 他说 要理解属灵含义的一个黄金原则 不是我们的思想力 就是我们的intellect 我们的多聪明 而是我们的顺服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一个不知道的人这么说 他说顺服上帝 总是我们的益处和上帝的荣耀 他说顺服和不顺服相比 顺服的代价是最小的 我觉得生命纪 我就是民书记 真的是表明这个代价是小的 顺命真的不一样 两个探子 到后来我们会讲 这个顺命的 看着就凭着信心看出来的 江南人 和凭着眼见看出来的 就是不一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如何预备进入这个圣战 如何预备今年你的属灵的行程 现在一年2020年 主后2020年开始了 对不对 我们怎么样预备自己 我刚刚讲了八点 你们能够记下来 肯定有限 但是我想香港的教会 为我们代祷的时候 为这个特别为我们教会 特别为遭非法判决的 王一牧师这个九年的徒刑 他们代祷的时候 有一段话我特别的感恩 就是他们经过这个香港的磨难 这些牧者这么多人签字 他们有一段话 我列给他们做我们的结束 他说我为王一牧师 在艰难环境中 做出生命的见证 献上感恩 任何神学传统上的差异 不妨碍主内的合一和连接 这些教会可能很多是 威礼工会的 就是亚米尼安的 我们经常是说人家的 为一众生出艰难的处境 活在恐惧中 身心灵遭逼迫和伤害的 中国的牧者和信徒祷告 求上主的信心 勇气力量和盼望与你们同在 我们或因着不同的原因与考虑 曾经成为沉默的旁观者 对此我们深感懊悔 在此我特别为成都丘与圣约的众同工信徒 被判四年的秦德父长老 王一牧师的一家 师母蒋龙姐妹 儿子王书雅 这些王一牧师的父母 为他们祷告 愿赐平安的上帝 就是那瓶永渊之血 把群羊的大牧人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从死里中领出来的上帝 在各样善事上装备你们 使你们遵行祂的旨意 又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 请祂所喜悦的事 愿荣耀归给祂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这是一群香港的基督徒 我想今年结束的时候 我用这个TTC 美国福音联盟的一篇文章的一个要点 它是在去年年新年的时候写的 我也贴在我们教会的订阅群里了 他有一篇很好的挑战文章 他勉励大家说你们不要立志 而是要立习惯 我觉得中国人是太喜欢立志了 和立志不一样的习惯塑造我们的为人 你早晨其实都不用想 你牙刷会怎么样刷 扣子怎么样系 对不对 你十年不骑单车 你拿上一个单车 你马上就能骑 习惯非常重要 有人这样说 习惯塑造我们为人 因为习惯是一个小小的礼仪敬拜 我们今天 因着圣战的团体的特质被提醒 我们提醒自己是一个极大特权的团队 因为上帝亲自借着耶稣基督 祂的话小于我们 也提醒自己是一个脆弱却是宝贵的团体 因为上帝借着耶稣基督 数点你和我 我们是他眼中的同仁 我们也提醒自己是属神的团体 以基督人这个名字 纪念我们的身份 也提醒自己我们是征战的军队 我们蒙昭成了属灵的军队 有一个无敌元帅 在我们前面开路 我们是一个团队被枕边起来 我们需要操练一同的敬拜 这个道神肉身的上帝住在我们中间 我们需要操练与家人跟教会 跟小组一同的敬拜 我们要操练自己与他人的互助 体验上帝的教会是耶稣基督那活生生的身体 操练自己有目标有方向 向着永远的家园 为了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声量 来走今年的旷野路 操练自己顺服 我为什么把顺服放到最后 遵行已经知道上帝的话语 胜过了解整本的圣经 这个话有点heresy 我用一个比较好的话 这个Osman Chamberlain 在他轮到顺服和理解 我觉得对我们这些改革中的人 是一个好的提醒 他说顺服和理解怎么样来看呢 他说一点点顺服的碎片 天就开了 我再说一遍 一点点顺服的碎片 天就开了 上帝真理的奥秘就会呈现在你我面前 在你顺服你已经知道的真理以前 上帝绝不会更多的向你启示 关于他自己的真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你顺服你已经知道的真理以前 上帝不会向你更多的启示他自己 学会顺服吧 学会有方向 学习一同的搭配 一同的敬拜 一同的征战 知道你归属谁 你虽然脆弱仍然是宝贵 我们是有一个极大的特权 上帝向我们说话 有耳的就应当听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来感谢你 你把我们今天在新年的一天 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时间 来一同思想这个奇妙的话语 让我们被你的圣灵界的圣道所浇灌 我们说的人虽然有软弱 但是你自己的话语不被捆绑 你的话语要在我们的心中做成那美善的事情 求你特别帮助我们分散在不同地方的人 或者能够聚在一起的人 真的知道说主你自己的道 就是你的圣灵能够穿越万有 能把我们紧紧的凝结在你天上的房座面前 让我们愿意顺服跟随 预备自己进入这个圣战的百姓 大高感恩 奉我们圣战的元帅 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承订 我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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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承认 我承认 祝 我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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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众生全愿 使我路终不甘可 求主做我云主活主 因告我独独走错 全能求主 全能求主 做我的轮排保护我 做我的轮排保护我 当我走到越南河畔 主我有去死平衡 令我突破胸荣荒多了 使我快乐而尽强难 在每个身 在每个身 永远回首主我胜 永远回首主我胜 来低头 今天目导的经文我先来诵读一下 这个功导 在提摩泰书 提摩泰后书 三章的十到十二节 但你已经顺服了我的教训 平行 志向 信心 宽容 爱心 忍耐 以及我在安提亚 以格念 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 苦难 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 但从这一切苦难中 主都把我救出来了 不但如此 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 敬前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 好 我们先为全球各地的一个特殊的族群 叙利亚的教会来祷告 好 恩主 我们求你亲自的与你教会同在 这个利比亚在2019年 被这个Voice of Mother和这个Oban Door 作为全球基督徒最危险的武士国家中 列居第四位的 我们今天的中国是27位 从过去的三十几位进到了27 自从11年卡扎菲倒台以后 不同的激进都在控制这个利比亚 不同的地区 本来就非常少的在非洲的少数基督徒 受到严酷的暴力逼迫 不能够与其他的信徒面见面 而且继续的遵循了伊斯兰的信息 比如说摘月的禁食 好多的这些伊斯兰的信息 加在所有的人身上 近年来 虽然基督教的节目 透过电视卫星 阿拉伯语在基督教网站上出现 包括我们第三千几年的这些 也引起了很多人对基督教的兴趣 对耶稣基督的向往 但是利比亚是这样一个国家 它禁止任何基督教的书刊 和阿拉伯文的圣经进入他们国内 并且禁止向利比亚的穆斯林传福音 在这个时候主啊 我们就特别的求你能够攻破 这个利比亚穆斯林的激进组织的计谋 就从刚刚我们读到这个 第十章的民数记 耶和华你的约会兴起 你要你的仇敌四散 你向你的百姓写怜悯 是恩典 向他们彰显你的主权 也在为在增长的这个利比亚的教会 微弱的教会来祷告 特别是那些被割绝的信徒 我们跟他们感同身受 求主就让更多的利比亚的人 借着微信电视和互联网 无线的电视广播 能够收到福音的信息 我们为这些刚刚信主的人求你来兼顾 他们往往会被感散 往往会被家族隔离 求主你来保守他们 让他们在信仰的团体中 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成长 求主施恩怜悯 主我们这时候也为中国的教会来祷告 主啊你来怜悯你自己的教会 这是你的保血所买书的教会 如同我们今天在《西伯来书》第九章提到的 求你是更多的家庭的教会 在你的主权的恩典中不仅站立得稳 不加入三字在信仰上不妥协 但是让我们清楚的意识到 这不是教会的目标 因为教会的目标 跟这个不妥协的底线是更不一样的 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信仰的忠贞要求我们不把这个底线当成目标 因为你给我们一个目标 就是在逼迫中认更加的渴慕你的话语 求主你让我们对你的话语更加的渴慕 更加的明白你的长阔高深的恩典 更加依靠你对我们在基督里的旧吧 我们看到保罗的许多的书信都是从监狱里写的 但是我们一点感受不到他在监狱的这个四个墙壁里面 他真的是一个自由人 把耶稣基督的教会打散 包括教会来效忠 这个世上的诠释的信仰和他们成为第一个所效忠的 所以主啊我们在教会的实践和教会的 对教会究竟是什么的这个方面 求主你帮助我们看到福音产生的这个教会 这是福音的一个聚焦点 就是上帝你的百姓 怎么样将来要从天降临 今天在这个塑造的过程中 在这个世界中如同在马太福音说的这个拜子和麦子一起长的时间 到收割的时候 打鱼收网的时候 就要显明出来 主啊让我们在这个增长的过程中 是带着盼望在旷野中迎接你的再来 求主你给我们受逼迫的教会 不是退后 而是被主演进 不是变得幼稚 而是更加的成熟成长 做忠信良善的仆人 敬前的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 而那种聪明的童女 主我们也 这时候为我们教会的两位长老 放在你的师恩手中 我们不光是在主日为他们祷告 让我们常常的思念 这些在狱中的人 我们为王仪得父 和为长老来祷告 求你 与你忠心的仆人同在 主啊我们真是感谢 你把王仪牧师和秦德夫长老 作为一个礼物赐给了我们这件教会 我们虽然不配 但是呢 你真的是使用了他们 你使他们加入这个中国家庭教会 在过去的岁月中那种云彩般的见证人的行列 让我们对你的拣选 你的公义慈爱 都有一种无所推脱的一种尾声 主啊我们就求你 来让我们在这个教会受逼迫的时候 我们能够看见我们有一种属天的福分 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跟这个世界的依恋和对这个世界的眷顾 不断地被打破 如果我们说爱你 而被这些东西抓住 其实我们在自欺欺人 我们因为在逼迫中显明 我们最喜欢的是什么 我们的光景如此 是这样 我们如果不能够靠你的恩典爱你 我们怎么能够对得起你给这个教会 所赐下的这些厚恩 怎么对得起你自己 赐下的这个信仰坐牢的人 我们把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良心 举荐在你的面前 求你亲自与这个被捆锁的牧师 长老同在 兼顾他们的信心 因为他们仍然是人 仍然是软弱的 他们没办法拿到圣经 所以这是我们特别祈求的 让他们能够常常想起 他们的经上的话 在过去他们岁月里背的圣经 都能够浮现出来 你也保守他们的身体 让他们三年之后 八年之后 继续地回到我们中间 侍奉你所爱的这间教会 所以也借着他们过去 在我们中间的侍奉和现在的见证 也继续地挑望我们里面 对天国的热爱 对救主的忠诚 让我们数算这三年和八年的日子 让我们不断地问自己 我们今年怎么活 明年怎么活 后年怎么活 我们今天怎么活 主要就求你 是给着遭难的两个家庭 赐下患难中的平安和喜乐 你也给若林、舒雅 然后卓义和卓林 这些孩子 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 有上帝恩典的因币 你给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有胆识 有爱心 有智慧 怎么样在默默中祷告 也怎么样在一些合适的情况下 能够服侍到这些家庭 恩主我们 为我们的新的一年来仰望你 刚刚我们借着明书记的讲道 做了一些预备 我们就把我们今年的主日的讲台 我们小组的茶金 交在你的手中 谢谢你给我们赐下圣言 让我们教会认出 明书记和彼得前书 是你今年要给我们的话语 求主你就保守 所有分享主话语的工人 按照上帝的正义来分解正道 按照主的托付分量 将树林的玛拿 远远不断地供应在旷野 路上行走的百姓 将那磐石中流淌出来的活水 丰丰富地供应给那饥渴的灵魂 主啊我们感谢你 你赐下王一牧师 在14年的教会传讲的 这个系列的正道 主啊就求你 使用这个已经成文的录音 成文的这个文字 借着教会的编辑 作为一个周间的小经材料 我知道我们教会 可能不太适应这种的方式 其实在教会中 有直接拿圣经的经文 茶经的学习 我们也有茶经材料 来读经的方式 也有学习一些书 比方说读巴克的认识神 这也是小组的学习 所以让我们借着一个谦卑的心 来学习这个周间的 使徒行传的这样的 传教的这个国度的福音 这个末世的福音 让我们借着你的仆人 更是借着你的话语 来让你在我们中间 完成那个从撒玛利亚 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知道地级的那个过程 让我们这些人 真的被你的圣灵引导 然后知道我们的教会 是使徒性的教会 是打工的教会 是神圣的教会 我们在这个真实中间 成长和扩展 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的奇妙 你的仆人可以被捆绑 但是你的道 却无人能够捆绑 谢谢你 主我们今年 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把我们的家庭 也都交在你的手中 我们知道每一个家庭 都要在你面前来侍奉你 你怎么样来带我们 在我们的新的一年里 无论在教会 在家庭 在这个世界中 在我们的工作岗位 在我们的学校 在我们的机关 在任何有人群的地方 你就给我们极大的恩典 让我们知道 让别人也知道 我们是基督人 求主帮助我们 赐加倍的喜乐给我们 会中一起说 阿们 我们在天上 我们一同领受上帝的祝福 愿耶和华只是你们当行的路 赐福于你们 愿耶和华使你们得到仇敌的门 赐恩给你们 也赐恩给你 愿耶和华守 护卫你们 使你们大大的得胜 也使你得胜 也使你得胜 好 让我们一同说 哈利路亚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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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新年蒙恩 我们唱诗 是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 才会有同样的经历 是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 才会有同样的追求 同家和故宫犯难 只有同路人最轻 同流泪同气怒 只有同路人最轻轻 感谢神让我们在神道上相逢 成为同路人 我们内心发出真诚的歌唱 赞美心表旧恩 心里和意相互一切 同路人一定要同心 美好的盼望 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在圣灵里祷告 穿戴耶稣所赐的全副军装 去为主征战 主必与我们同战 你们去吧 无论是面对外部的逼迫 还是面对内心与罪的征战 求主保守 你们不失脚 也叫你们无侠无辞 欢欢喜喜地站在主的面前 哈利路亚 愿荣耀回主民 我们下期再见